35岁姚迪老成50岁 这句话暗示还放不下文章 文章早已忘了他落婚时代 这部剧当年也是火的家喻酷小 而剧里的男女主角 一婚的文章和姚迪因细生情 私下走在了一起 在事情被曝光后 两人没死那时候成了过街老鼠 虽然剧里两人很搭配 配与脸 但毕竟是在剧里 毕竟文章已经有家事了 本来姚迪和文章发展的前景很好 也是自毁前程 而且如今文章也慢慢再次回归到荧幕 重返 家庭 陪伴着马一离 唯独姚迪一人苦苦作战 姚迪是真的爱着文章 在跨界歌房那期还因为歌词触碰到过去 唱得连自己都泪流满面 娱乐圈小桑众多 唯独姚迪至今无法翻身 出轨门过去两三年后 依然不被观众接受 不论电视剧还是综艺节目 只要已出现在电视影评 各大媒体热搜她都榜上有名 带着小桑的标签 如今鸟迪已经35岁了 对于明星来说 30多岁不算年纪大 但前几日现身 那父母样已经差点就让人们认不出来了 老太龙中 面目沧桑 看着就像50岁的大妈 完全没有当年的青春活力 让人感慨 当年要不是爱上了已有家世的人 姚迪也不至于现在模样 然而她至今还是没有放下过去 没有走出来 用情太深 姚迪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 吃过网友表示 要是文章没有和马依里结婚 她和姚迪还真挺配的 两人不逢时 姚迪看得出来是特别爱文章的 直到现在被骂的 遍体鳞伤 她参加的那期 跨界歌手自己把自己给唱哭了 看得出来她还是没有从过去走出来 至今单身 翻看姚迪的微博 可以看到她还留着当年 和文章的定情做 爱的见证 一直没有删除 依然放不下过去 而文章如今已经重返马依里的身边 这么几年过去了 文章也录连续续的有了些作品 依附着演技逐步的回到了民众的视野 做回曾经的小男子形象 回归家庭 孩子倒自演了一部电视 具体到边缘和马依里合作的 而且她简介里 还有电视剧和电影作品 都没有她的经典代表作 裸婚时代 文章已经彻彻底底地放下过去 忘记姚迪 对此有网友表示 只能证明 姚迪很爱文章 文章并没有很爱你 不然早离婚在一起了 她更看重事业 家庭 姚迪输了 姚迪演技也不错 昔日还是花旦呢 因和文章的事件 至今还不能翻身 最近很火的陆寒 和那渣合作的 责任系姚迪伦 为了配角 做起了那渣的配角 在里面饰演了 一个反派魔族公主 而那渣有性能饰演 许有容易久 对其也是大大的挑战 在这部剧也成功 俘获很多粉丝 人气大增 炯炯有神的大眼 笑容感染力极强 牛奶鸡和Rail 有曲性感的身姿 使得不少粉丝厌倩不已 和小鹿 其实早已在奔跑 把兄弟里交过手汗 而姚迪这次重返萤幕 从昔日的花旦 沦落到给网贝那渣做配角 不过这次饰演的是个不折 不扣的访派人物 和之前一贯饰演小姑娘的形象 确实有很大的反差 这次的角色转换 更是对姚迪演技的一次考验 也希望她早日走出来 放下过去 也很好的 遇到错的人就要放手 才能遇到对的人 结语 觉得小鹿和大渣有CP感吗 姚迪是真爱过文章 那么文章对姚迪呢 有人说 怪姚迪没有网易力强大 没有背景 帮不了文章事业上 她是陈少聪的野蛮女友 演技秒杀白百合 用一双手就征服男友外科风云 开拨前 刚好遇到白百合出轨风波 在该剧备受质疑的时候 却被男二科女二给抢了风头 赢得一众好评 讲真 多少人被这一对给圈粉了 今天小鹰给大家讲讲女二洋语 扮演着蓝盈盈 蓝盈盈 出生于上海 中国大陆演员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08级表演戏本科班 2011年还未毕业和蓝盈盈 被陈佳上导演选 为主演之一 出演电影画壁中海棠一角 正式进入娱乐圈 2012年在《青宫剧真旋传》中 饰演幻璧而受到关注 在剧中 蓝盈盈饰演的洋语演技分分钟炸裂 销编印象最深的就是逼婚陈少聪那段 面对情绪低迷的陈少聪 洋语眼眶微红含泪开始了掌握男友实力 逼婚的戏码 回答错误 再说一遍 瞬间秒耸的陈少聪那句结婚 为着对洋葱CP高甜高虐的感情之路画上一个 完美的句号 洋语是急诊室的一名小护士 虽然看似柔弱 却拥有乐观坚强的开朗性格 泼辣干脸 与陈少聪是对喜愿家 日常打闹斗嘴令人捧腹又动容 外科风云中 蓝盈盈饰演人和医院急诊科的护士洋语 正与果敢 是面临紧急情况下冲在前面的急诊室能量护士 工作上认真敬业 生活中尽显阳光坚韧 还有点虎的小属性 在对付友人和小霸王陈少聪之时 恩重技能轮番上线 欢托的人和小霸王遇到能量小护士后 智商即刻掉线 两人几次相爱相瞎的交手 都以洋语完胜告终 洋语这个角色所传达出来的感情与性格 都是十分的鲜明 阳光善良且坚韧的能量护士 被网友称为旧诗后 原力女生的蓝盈盈身上 与这个角色有很多相似之处 她表示 剧中洋语蓝盈盈是 与陈少聪 李家行事的关系也是默契十足 至于对急诊科互相扶持的能量情侣 美 四 在争承的时候 小霸王的杨宇会占上风 让自己的搭档描耸 工作之余又会展现互损互对的另类秀恩恶模式 在剧中 蓝盈盈饰演的杨宇演技炸裂 分分钟令观众入戏 只是震应伤也很明显 人和小辣椒洋语 骂流氓的这一段够酸爽 只是这嘴也够大 还被网友做成了表情包 除了嘴大 网友还发现了另一个问题 小编特地去看了看 果然不小 真是实力实力抢劲 还有不少网友戏 称 是打陈少聪的那一巴掌 打得太用力了还没消肿吗 蓝盈盈在电影《幻璧》中饰演海棠 而走近观众的视线 因在真旋转中 饰演颇有心计 却本性善良 为爱牺牲幻璧 而被观众所熟使 演技青涩却很有张力 是一颗很被看好的新星 从爱人的谎言 小丈夫 山海精致赤影传说 再到外科风云 蓝盈盈的演技步步渐长 演得了大反派 也呵护得住小辣椒 实力不可小觑 网友对 其演技也是连连称赞 还有网友说 演技好就行 不在乎嘴大手大 这个看法小编也是支持的 事业顺风顺水 爱情也是十分如意 和同年记忆的陈湘 曹骏也是两缘家人 两人自6月12日起相恋 2016年12月9日 蓝盈盈和曹骏发布 首次正面谈恋情 相互认爱对方 互称对方为首师先生 迟到小姐